公元前207年农历7月 未来的西楚霸王项羽 亲自统帅5万储君 以破釜沉舟的决心 击破了在巨鹿城外 围困赵王赵歇的40万秦军 取得了已当时久战久截的辉煌生意 为了感激项羽的救命之恩 更是为了表达对这位正在冉冉生起的 新一代霸主的臣服之意 赵歇派他的重臣张尔和部将司马昂 统帅赵国兵马 跟随项羽西去关中 所以后来项羽进入秦都咸阳之后 分封天下 张尔被封为常善王 司马昂被封为阴王 后来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之后 杀害了当时被天下诸侯尊为共主的异帝 也就是楚后怀王 之后汉王刘邦就以此为理由 兴兵讨历时四年的楚汉战争 就此爆发 原本在刘邦刚刚击败了 雍王张寒还定三秦的时候 司马昂就立刻起兵响应刘邦 结果却被储君击败 被迫重新臣服于项羽 也是命运不济 就在司马昂刚刚投降项羽之后 刘邦的大军抵达阴帝 司马昂再次战败 成为了刘邦的俘虏 然后刘邦就吞并了英国 在这里设立了河内军 而亡国之君司马昂不久之后 就一遇而终了 但是司马昂的后代却继续在河内军繁衍生息 发展壮大 成为了后来东汉一个著名的世家大族 河内司马氏 之后更是终结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王朝之一的晋朝 在东汉的第六位皇帝汉安帝在位期间 司马昂的八世孙 征锡将军司马君曾经参与指挥了征讨西枪的战争 但是因为他由于个人私怨 在战争中对友军见死不救 所以获罪 最后在狱中就自杀了 从此之后 司马家族弃武从文 司马君的儿子司马亮和孙子司马骏 分别担任过豫章和影川的太守 在东汉末年废史立幕之前 这太守也可以算得上是一方封疆大力了 而司马君的曾孙 就是那位曾经举荐了魏武帝曹操曹梦德的 金兆隐司马房 也就是晋宣帝司马仪的父亲 司马房有八个儿子 各个都是才名远波 号称是司马巴达 而这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 当然就是司马房的二儿子 司马重大也就是晋宣帝司马仪 司马仪和曹操的继承人魏文帝曹丕关系密切 是曹丕和弟弟曹职争夺储备时候的重要帮手之一 被认为是文帝四友之一 所以在曹丕驾崩的时候 司马仪就成为了四位辅政大臣之一 之后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同样英年早逝 司马仪又一次成为两大辅臣之一 然后司马仪在高平陵之变中消灭了另一位辅政大臣 宗室出身的大将军曹爽独揽朝政 这段故事在之前聊三国历史的时候已经戏聊过了 高平陵之变以后 司马仪和他的长子司马师 次子司马昭 先后执掌魏国军政大权 成为了曹魏政权事实上的统治者 魏帝曹毛不甘心当司马家的傀儡 所以就集合宫中的亲心侍从还有皇门太监 三百多人想要出宫去讨伐司马昭 结果却被司马昭的心腹甲冲 命令将军成绩当场刺杀 这就是三国历史上的甘露之变 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是甘露之变的政变有两场 说来也巧 这两场甘露之变都可以算是皇帝为了扳倒全臣而发动的失败的政变 另一场甘露之变发生在唐文宗年间 当时宰相李迅派人在朝会上谎称有天降甘露是祥瑞之召 请皇帝派人去查看 想趁这个机会诛杀执掌进军的打宦官求是良 结果计划失败 李迅等人反而遭到了宦官的屠杀 因为这个事件的起因是天降甘露 所以就被称为是甘露之变 而曹毛讨伐司马昭不成反而遇害的这次甘露之变 得名的原因就简单多了 因为那一年是曹魏的甘露五年所以得名 甘露之变之后为了挽回士军的恶劣影响 所以司马昭发动大军西征蜀汉 魏国争其将军邓爱偷渡殷平直取成都 蜀汉后主刘善出城投降 西蜀灭亡 蜀汉灭亡的第二年54岁的司马昭去世 然后他的儿子司马炎代位称帝 这就是晋朝的第一代皇帝晋武帝 传说当初曹魏政权的奠基人魏武帝曹操曾经做过一个梦 他梦见三马同曹 就是说有三匹马在同一个马槽里吃东西 按照晋书宣帝本记里的记载 曹操梦醒之后一番思索 很快就怀疑到了司马仪的身上 所以他专门提醒他的继承人曹丕 说司马仪这个人暗藏不臣之心 要小心提防 可是曹丕和司马仪是至交好友 不仅没有在意 反而是在曹操面前替司马仪多次辩解 最终司马仪、司马师、司马昭这三匹马 还真的就吃掉了曹魏政权这个曹 这正是三马同曹 适可疑 不知已知晋根基 曹满空有尖雄略 启时朝中司马师 晋武帝建国之后 也是一度历经图治 发展生产 在经过了长达十多年的漫长准备之后 终于在晋武帝 显灵五年 公元279年 发兵江南 然后在第二年 攻灭了东吴政权彻底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也使得晋朝得以提升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王朝之力 不过在这九大王朝之中 晋朝无疑是存在感最低的一个 甚至就连二世而亡的秦、隋都比他更有知名度 这大概还是因为晋朝国作虽长 但真正九州一统的稳定局面 其实仅仅维持了短短的二十年 而造成这个局面的正是晋武帝这位开国皇帝 晋朝建立之后 总结了一下自己的成功经验 认为曹魏的皇族缺乏实力 所以面对司马氏的崛起 没有能力去阻止晋朝取代曹魏 所以晋武帝登基之后 就立刻大封宗室 一口气就封了27个宗室藩王 这些宗室藩王们除了享有封国的赋税之外 还有在封国设置军队任免官员的权利 当然晋武帝虽然为人宽和 但是他对于他的这些叔伯兄弟子侄们 也并不是无条件的信任 所以最初晋朝的藩王们除非获得皇帝派遣 出任地方官员 否则都要住在京师洛阳 封国的军事权 人事权都不过是摇领而已 可是这些对于藩王的约束 很快就被晋武帝自己亲手给废除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得提一提晋武帝那位 名垂青史的知名傻儿子 司马忠 也就是未来的晋惠帝 您别看这晋朝在中国历史上存在感不高 但却是中国历史上白痴皇帝最集中的王朝 西晋有惠帝 东晋有安帝 不过和连话都不会说 连冬天夏天都分辨不出来的晋安帝这种真白痴相比 晋惠帝应该只是有些笨 智商没能达到三维数而已 关于晋惠帝的白痴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最著名的典故 就是他那句 何不识周迷 可是类似的话 在历史上并不只有他一个人说过 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老婆 法国王后玛丽特雷斯也曾经留下了 那就让他们吃蛋糕吧的名言 但是却从来没有人质疑过这位法国王后 在智力上有什么缺陷 哪怕她是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公主 所以说晋惠帝的那句何不识周迷 只不过是作为顶级皇族 不识人间烟火罢了 如果这算是白痴的话 那那位主导了戊戌变法 所谓历经屠治的清德宗光绪皇帝 又算什么呢 那位陛下那可是到死都以为鸡蛋 六两银子一颗 所以说晋惠帝这个白痴皇帝还是多少有水分在其中的 当然了晋惠帝的这个笨那是跑不了了 要不然中国历史上这么多傀儡天子 怎么就他被写成白痴了呢 笨其实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有对比 因为晋惠帝在智力上缺乏优势 所以当时朝中很多大臣都更看好他的叔叔 齐王司马忧 司马忧是晋武帝司马延的同胞弟弟 从小就聪明伶俐 就连他们那位以狡诈腹黑闻名于世的爷爷司马仪 都对这个孙子另眼看待喜爱有加 司马仪的长子司马师没有儿子 只有五个女儿 所以司马忧从小就被过继给了伯父司马师 后来司马昭进封晋王之后 曾经说过 这司马家能有今天全是他大哥司马师的功劳 司马家的天下就应该是司马师的天下 所以他就想把司马忧立为继承人 但是后来因为重权假冲等人的反对 所以最后直到司马昭去世前三个月 他这才下令策立司马炎为晋王世子 确定为继承人 所以等到如今司马炎自己的长子智商不高 难堪重任的时候 晋朝朝中就又一次出现了立齐王为储君的呼声 为了避免弟弟威胁到儿子未来的政治地位 晋五帝决定让齐王远离朝堂 可是这么做太明显了 所以晋五帝就下旨 京中诸王全部回国就番 这就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卖下了火根 晋五帝太西元年公元290年 在位24年的晋五帝驾崩 临终前留下遗仗 由岳父车骑将军林晋侯杨俊和三叔汝南王司马亮 共同辅佐太子司马中 也就是晋慧帝 杨俊提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趁着晋五帝生命垂危之际 晋公逼迫晋五帝修改遗仗 由他一个人单独辅证 晋慧帝本人既然智商不够 那肯定也分辨不出来 叔祖父和叔外祖父有什么区别 可是他那位心机颇深的老婆 皇后贾南风可就不一样了 贾南风利用宗室诸王 对于杨俊以外戚身份单独辅证的不满 暗中派人去联络汝南王司马亮 还有晋慧帝同父异母的弟弟 楚王司马尾 让他们带兵进京讨伐杨俊 持续了16年的八王之乱 就此缓缓拉开帷幕 之后贾南风先是利用了汝南王和楚王杀死了杨俊 然后又指使楚王杀害了汝南王 最后再用缴诏的罪名杀死了楚王 至此晋朝一切大权皆归于贾皇后 不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就在贾南风顺利的利用了楚王司马尾之后 他自己也成为了别人利用的对象 赵王司马伦用计策诱骗贾南风杀害了太子司马玉 然后又以此为理由罚弄政变 毒死了贾南风 打拳独揽 然后在晋慧帝永康二年 公元301年 赵王司马伦逼迫晋慧帝让位给自己 篡位称帝 司马伦篡位之后 尊晋慧帝为太上皇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 太上皇那就是皇上的爹 就算不是亲帝 至少也得是个长辈 可是司马伦是司马仪的小儿子 也就是晋慧帝的叔爷爷 所以从此之后 这两位的辈分还就有点乱 你叫我爹 我叫你爷 咱爷俩 各论各的 跟晋朝的这个孙子太上皇比起来 那后来辽朝的皇太叔 还真不叫个事 司马伦称帝之后 大肆分封手下党羽 以至于用来装饰官帽的雕尾 都不够用了 只好临时用狗尾来代替 于是就有了成语 狗尾叙雕 司马伦是司马仪的儿子 跟晋慧帝血缘疏远 所以他篡位成帝之后 自然就引发了 司马昭义席的 进这儿纵使的强烈不满 所以晋慧帝的唐兄弟 齐王司马优的儿子 如今的齐王司马炯 还有晋慧帝的两个 同父异母的弟弟 成都王司马颖 长沙王司马懿 纷纷起兵讨伐司马伦 司马伦的唐职的 和金王司马勇 原本还想支持司马伦 结果已经说 齐王和成都王 联兵起势 声势浩大 立刻就倒戈了 一起出兵 讨伐司马伦 最终赵王司马伦 兵败身死 晋慧帝得以复位 然后作为成都王和长沙王 这两位皇帝之间的 权力平衡的产物 晋武帝最小的儿子 豫章王司马赤 成为了帝国的法庭继承人 皇太帝 最后齐王 成都王 长沙王 和金王之间 又是一场大混战 然后也是 欲胖相政 渔翁得利 司马昭的 这三个宝贝孙子之间的 互相残杀 再一次 便宜了庞系皇族 司马仪四弟 司马魁的孙子 也就是晋慧帝的 远房唐书 东海王司马岳 从乱局之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八王之乱中 最后的胜利者 然后司马岳 堵死了晋慧帝 扶植皇太帝司马赤登基 这就是晋怀帝 自从汉朝取得了 汉兄战争的完胜之后 中原王朝就成为了 一众北方民族的 共同宗主 之后或是中原王朝 在这些民族的聚居区 设立郡县 直接进行统治 又或者是这些民族 举足内迁 搬到中原地区 内附于中原王朝 总之就是在 东汉未进的帝国版图之中 开始生活着越来越多的 胡人 胡人这词 最初是特指匈奴人 后来才逐渐成为了汉族 对于北方各个民族的统称 取代了汉语中原来的 北敌和西戎 到了西晋的时候 很多内附的胡人部族 已经深入到了中原腹地 比如匈奴和杰族 已经深入到了今天 山西河北交界的 太行山脚下 原本居住在隆西的 羌族也是不断东进 直抵黄河西岸 站在后来成为了中国首都的 幽州城头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鲜卑人的 牧群和营帐 而等到巴王起兵 天下大乱的时候 这些内谦中原的胡人 或者是和受到战火 殃及的汉人们一样 被迫流离失所 成为流民 进而斩目为兵 揭竿为奇 比如成汉政权的 奠基人 底族人李特 还有建立了 后召政权的 企业族人石乐 还有一些胡人 因为他们本身的 部落结构就没有瓦解 所以就被一些 晋朝的野心家们 引为傲元 拉进了这场战乱之中 为这个大乱世 添赚假瓦 像是后来灭亡了西晋 建立胡汉政权的 五部匈奴 还有胡人中少有的 一直终于晋朝的 断世鲜卑 这些内附胡人的参与 使得这场由宗室权力 斗争而引发的大动荡 变得更加的漫长和血腥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最黑暗的乱世之一 后来南宋学者 红外就把这段乱世 称为是五胡乱华 但是因为红外在论述 五胡乱华的时候 其实只提到了四个民族 就是匈奴 鲜卑 杰祖和底族 所以对于五胡乱华之中 五胡的含义一直有所争论 有学者认为五胡指的是五部胡 也就是灭亡了西晋的五部匈奴 还有学者认为五胡就是一个范指 表示众多胡人不足的意思 并不是特指哪五个 不过自从宋末学者胡三行 在给资质通建做著的时候 把五胡定义为匈奴 鲜卑 杰 底 枪 这五族之后 这种解释就逐渐成为了史学界 接受最为广泛的一种说法了 晋怀帝永家五年 公元三百一十一年 早就自己称王建国的匈奴首领刘聪 派遣大军攻破了晋朝的国度洛阳 晋怀帝和城中的文武百官平民百姓 全都成了匈奴人的俘虏 根据晋书记载 匈奴人入城之后 大肆屠杀晋朝的宗室和官员 诸王级百官以下被害的多达三万多人 这就是历史上的永家之祸 永家之祸再加上之前的八王之乱 把晋朝的晋之宗室是一扫而空 晋五帝的后代理 唯一朔国仅存的 就是晋怀帝的一个侄子 秦王司马懿 然后他在他两个身为朝廷重臣的舅舅 还有拥育二周刺史的拥戴下 逃到了长安 以皇太子的名义 监国摄政 延续晋朝的统治 一开始刘聪对晋怀帝还不错 不仅封他为公爵 而且还把自己的一个妃子送给晋怀帝当老婆 后来有一次刘聪在宫里开宴会 可能是有意试探 但也可能只是一种恶趣味 他让晋怀帝穿上仆人的衣服 在酒会上负责道酒 几个归顺汉国的晋朝旧臣 看到雇主如此凄凉 当场是嚎啕痛哭 刘从见了 就知道人心仍然思念晋朝 匈奴人在汉人眼里 永远都是齐心必义的义族 所以他就堵死了晋怀帝 晋怀帝的死讯传到长安 监国的晋王司马叶就宣布继位 这就是西晋的末代皇帝晋敏帝 最终随着匈奴大军再次攻破长安 晋敏帝也在四年之后 落得了和他二十五叔一样的下场 怀帝敏帝叔侄相继被俘遇害 这就成为了西晋终结的标准 不过司马家的天下并没有到此彻底结束 而是就此南渡长江 在江南在长江天险的保护下 又延续了一百年 那就是东晋 关于东晋的故事 这个还得请您静待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